大家好,我是谢爱玛 今天在菜市场花了两块钱买了一大块猪肝 和大家分享一个爆炒猪肝的做法 猪肝的口感鲜嫩又好吃 把新鲜的猪肝顶刀切成薄片 盆中加入少许的米醋 米醋和猪肝抓拌一分钟 米醋抓起猪肝能有效地去除猪肝的腥味 而且能快速地逼出猪肝的血水 一分钟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清水把猪肝清洗两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猪肝用清水清洗过的水 非常的浑浊 这个时候把猪肝捞出 用清水再次清洗一遍 把猪肝的血水完全地洗出来 这样炒出来的猪肝不腥又好吃 因为猪肝的血水是猪肝腥味的来源 把猪肝捞出控干水分 碗中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下入少许的老抽增加颜色 下入少许的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 把所有调入料和猪肝抓拌两分钟 抓至猪肝的表皮发粘发干 这一步也叫给猪肝上计 最后再腌好的猪肝表皮 封上一层食用油 把猪肝腌制20分钟以后炒制 炒制猪肝的副料是长线椒 把仔细赶紧的青红长线椒顶刀切圈 有特别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添加少许的红小米辣 把红小米辣顶刀切圈 把切好的辣椒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切在炝火小料头 葱姜蒜 葱姜蒜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 把蒜子用刀拍碎 简单的切几刀 切出大哥的蒜立即可 做炒猪肝类的菜肴蒜一定要多放一些 生姜一块用刀拍碎 然后把拍碎的姜剁成姜末 大葱一根 把大葱从中间用刀划开 然后顶刀把大葱切成大葱花 切好的葱姜蒜放在一起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菜籽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六成热以上 下入豆豉和葱姜蒜炒香 一定要把豆豉和葱姜蒜的香味完全的炒出来 接下来下入腌好的猪肝爆炒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家中的火开到最大 大火高温能让猪肝快速的成熟 从而达到猪肝鲜嫩的口感 锅中的猪肝达到六成熟时 下入切好的青红酱辣椒 下入精烟增加底味 大火继续快速爆炒30秒钟 锅中的猪肝完全成熟以后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爆炒猪肝就制造完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下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